大家好,我是Dan 去年12月16号 在韩国发生了一位韩国20多岁的男性 谎称自己是警察后闯入处逗孙的家里 用凶器攻击他的事件 大家还记得吗? 5月18号,韩国水源法院透过国民参与裁判 以特殊伤害闯入私宅等嫌疑 宣告了一年三个月的有期徒刑 法官表示,不可原谅私人扯婚造成的暴力行为 但是考虑到被告人有精神疾病 受害者也不愿意被告人受到惩罚 而决定了量刑 因为这位被告人在去年2月 已经试图闯入囚徒孙的家内被捕过 被判了6个月的有期徒刑,缓刑两年 而这次是在缓刑期间再次犯罪被捕 所以已经不能再缓刑了 应该要给他颁奖吧,还拘捕 唉 不是,这是攻击了囚徒孙,应该要饶他一次吧 那家伙是垃圾,但是也不能合理化暴力的 对于这位年轻人的量刑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在海浦发出立场文 表示金刚是为了替朋友除气才会受到5号处分 其实本人也是霸凌受害者后 在韩国网路上 霸凌到底是哪种程度的话会受到5号处分呢? 金刚的5号处分引起了热烈讨论 对此,嗨一部今天对媒体表示 没有一点肢体上的暴力却受到了5号处分 因为学报委不是法庭 每个学校地区的担当者都会有不一样的标准 当时金刚的母亲相信 学校应该会提出了对子女最有帮助的处分 所以没有对处分进行任何反驳 目前对于没有进行反驳直接接受的部分 感到非常后悔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原来是真的收到了5号处分 因为说都是谣言 我还在猜想哪些是事实 然后不是只有肢体上的暴力才是不好的 拍补以后不能提高黑粉了可可 酸淫不是肢体上的暴力啊 一般常识下 如果我朋友为了抗议我的偷拍 收到5号处分的话 我也绝对不会饶了那个人 然后最起码在一开始有金刚的霸凌谣言的时候 被偷拍的那个同学也会站出来吧 哦,所以说学报委是需要收到教育部的审查吧 是当时学校有问题啊 为了护航现在把错误退到学报委 疯了,真的 为了保护朋友收到了5号处分 妈妈认为这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处分 所以没有提出反驳 这是什么狗屁话 如果真的觉得很委屈 就该为了解开真相而努力吧 都在生活记录不上留下记录了 还不了了之的过去 一直在狡辩 太混乱了 对于嗨补的解释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每次上半路都会扑向粉丝们的 Red Red by Wendy 啊,疯了,太可爱了 不是粉丝都我都觉得好疗愈 谢谢你,Wendy 好可爱,粉丝们应该很幸福吧 会让看的人心机都变好 A.S.M.R 好的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